第281章位列是大江陵城,规模很大。 楚风他们低调抵达,唯有惊动其他人,很多人还以为他们在江西。 此时,外界对楚风议论不绝,热度还在持续中,他敢跟海族死磕,这是绝对是大事件。 不少人都在谈论楚风到底有多强,因为他的战绩太突出,已经超过一般撕裂第六道枷锁的王级生物。 不然的话,他何以能杀黑藤,必前阅斩九命猫王。 最终有人相信,如今的楚风或许可以位列东方十大高手之内,这是惊人的实力排名,尽管不是所有人都认同。 昆仑的老喇嘛,空桐的山龟,华山的金翅大鹏,这些被认为可入十大高手内,实力层次极高。 将对来说楚风太年轻,跟那些活了数百年甚至千年以上的老妖怪相比,崛起太快。 不管是否属实,有人提及楚风位列东方十大高手内,还是引起人们热议,这本身就是一种认可。 随之而来的则是对他崛起的秘密的探索,不用多说,很多人都在猜测,跟他掌握的呼吸法有关。 不过,而今没有人敢轻举妄动,这是一位魔王,一言不合将南海黑龙太子都给吃掉了,连财阀都敢掀翻。 天神生物,林家,屈婉仪最近这段日子时喜时忧,楚风重伤垂死时他自然高兴,觉得解脱了,楚风归来他则心情糟糕。 他的妹妹徐婉清跟穆家的公子联手对付楚风,结果都死在太行山,让他曾一度仇视楚风,想尽办法报复。 可是,随着楚风成亡,他不敢再出击。 登海族死磕,得罪了南海老龙王,屈婉仪笑了,觉得心病要去掉了,南海老龙王族有1500年的道行,如今正在大洋深处追寻画龙果,不然的话可能早已亲临陆地。 咦,前面怎么这么热闹,屈婉仪惊讶,林家人口众多,是大家族,拥有这片别墅区有很多栋房子,此时嘈杂声传来,引起他的注意。 赵奶奶,不好了,听闻是那个楚魔王来了。 她的亲信来禀告,什么,她不是在江西吗? 屈婉仪很慌乱,曾经数次针对楚风,甚至牵连到她父母身上,非常怕这个魔王报复。 接着,她接到消息,楚风指明点心要见她,而且就是现在。 屈婉仪脸色煞白,而后冬的一声栽倒在地上,吓得直接昏厥过去。 此时,林家一些重要成员亲自迎接,将楚风请进会客厅中。 连几个年岁很大的老者都出现,亲自作陪。 他们没有想到楚风这么迅速便来到江宁,直接登门林家。 林诺依不在,不过已经接到消息,一两日内就能赶回来。 林家人心情复杂,有些忌惮,也有些庆幸,在过去他们从未想到过,楚风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走到这一步。 他们认可楚风的实力,在天地一变后,这种人是各方最需要的。 但是他们内部谈论时也有微词,觉得楚风不够内敛,手段过激,与财阀中凶名昭著,得罪人过多。 他们中的某些人了解天地一变的本质,深知财阀底蕴的可怕,因为他们自身就财阀。 楚风,你跟诺依是同学,关系很好,我们不将你当外人,有些话说的弱势重了也不要在意。 一位老者开口,他是林诺依的一位书爷,年岁很大,但脸堂红润,精神绝爽。 如今还只能算是一变的初期,以后试得谁也说不准。 他刚才已经跟楚风提及,这样一路杀下去不好,委婉地点拨,这时间谁都做不到无敌,要多考虑将来的事。 楚风听闻后虚心地点头,没有什么反驳,总的来说,气氛还算不错,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发生,因为楚风已经确定,林家的确没有安排王级强者去对付他。 甚至,林家仍道知,穆家应该也没有这么做。 这让楚风诧异,事实上他来江陵主要想针对穆家,他相信有林诺依在,天神生物林家应该不会跟他对立,但穆家则不同,本就对他有敌意。 穆家线阶段求稳,静等天地再次一变,应该没有掺和。 老者告知,最终,徐婉怡来了,勉强笑着,哪怕是在天神生物林家内,他也很担心,怕楚风一言不合就杀他。 现在对于财阀中人来说,楚风近乎被妖魔化,一日间就攻克两大财阀,杀得人头滚滚,谁不害怕。 他这个跟楚风有救援的人,现在怕到极点,而他的丈夫林业宇目前又恰好不在。 林家有人多少知道一些情况,打圆场,希望楚风能够结果这件事。 楚风盯着他看了又看,真想一巴掌拍死了事,但想了又想没有当场发作,不过也没有什么效益。 他直接提及徐婉怡手断过人,竟涉及到他家人的身上,他曾不止一次想直接来将您林家拜会。 这让林家人面色都变了,这个魔王说的拜会可不是什么好话,太沉重了,通古联盟,意外闻明所都曾被他拜会过,结果成了什么样子。 林家有人对徐婉怡神色不善,也有人同情。 最终,徐婉怡在这里冬得一生倒下,又昏厥过去。 楚风无奈,他还真没打算在还算融洽的气氛中收起刀落,斩下他的头颅,结果他自身这么不惊吓。 到了他这个层次,要杀这个女人太容易,甚至不用自己动手,递迫林家就可以。 但今日他不想这么做,我希望他不要再动什么坏心思。 楚风说道,最终,他没能离开,林家人很好客,为他安排住处,是一栋装修讲究的别墅。 林家人告诉他,林诺因马上就会回来,他们都知道两人间有些故事。 你们怎么看,在一座秘食中,林家几位重要人物在交流,这里的建筑材料十分特别。 足以隔绝外界的探索,不怕亡极生物神觉敏锐。 实力超绝,崛起迅猛,真有可能会成长为一棵大树,但这只是从进化角度考虑。 过刚一辙,哪怕能够保住自身,以后的路也会很曲折。 林家人在谈论,对楚风的进化天赋给予肯定,但是觉得他不够内敛,前景不会很光明。 不说财阀底蕴进出时会发生什么,就是海族这一关他都不见得能过去,真当南海老龙王一千五百年的道行是假的。 族中有些人希望若伊能和他在一起。 他们什么都不懂,让他们闭嘴吧。 楚风在林家这里住了一天,然后离去,去酒店找大黑牛东北虎他们。 最终,他们登名穆家,穆家人求吻,嫡系成员都不在,显然担心楚风借机向他们出手,两大财阀被击败,早已触动他们的神经。 留下的人告诉楚风,向他保证,穆家这次绝对没有动手。 随后,他联系林诺伊,向他询问与求证,得到答案,穆家应该真的没有出击。 楚风相当的惊异,跟他有仇的穆家居然没有妄动,跟他无怨的通古联盟地外文明所反倒曾积极出手。 事实还真是难料,他轻叹,你什么时候回来? 楚风问林诺伊,明天应该就能到江宁,楚风出现在江宁城,最终走漏风声,引发不小的轰动。 当下,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他或许真有资格为烈石大高手呢? 许多人都以为他要对天神生物动手,结果发现很平和,毫无大动耽搁的迹象。 该不会要成为林家的女婿吧? 一些希望看到大战的人酸溜溜地说道,五时,正当焦阳似火时,江宁城出现异常之事,数十猪藤漫从天穷上垂落,彼达城中。 相似的事还发生在顺天、姑苏、航城等地。 接着,西方一些大城的上空也如此,出现怪异的藤。 各地的人都大吃一惊,这是怎么回事? 7日,太空中曾有植物生长,甚至危及到卫星等,最后都被导弹摧毁了,难道发生了相似的事? 然而,这一次经过高空拍照,卫星监测等,人们震惊地发觉,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这些藤漫像是从半空中突兀长出来,扎根在虚空中,没有看到根莖等。 主风第一时间让金雕王载着他升空,想看个究竟,黄牛也跟随,神色凝重。 这些藤漫像是绳索般,有的从上万米高空垂落,有的则从数百米高空落下,并且颜色也不相同。 有的绿油油,有的紫盈盈,但都很结实。 主风寻了一条蓝色的藤漫,从三千米高空垂落,藤漫从上到下都只有手臂那么粗,没什么变化,难得罪人。 他们来到他的源头,发现那里有一团雾矮,直径一米。 主风就要接近,黄牛一把拉住他,道,别接近。 他们观察了一番,所有藤漫的源头都有一团雾矮,不是很大的一团。 最终,主风寄出飞剑,接近雾矮,很快赤红剑体传来叮当声,像是遭遇了什么撞击。 他神色一变,嗖的一声,瞬间收回飞剑,仔细观看剑体,看不出什么异常。 难道又一次天地一变彻底到来了? 主风自语,当日,有一些艺人非常大胆,沿着藤漫向着攀去,一些人直接消失在雾矮中。 登天梯,这连着仙界啊,一则传闻,就这样流传开来,绝大多数人都不敢妄动,不愿犯险,但还是有一部分人爬了上去,消失在雾矮中。 这引发巨大的轰动,所有人都在等待,想看那些人是否还会出来,有怎样的变化。 第282章千辛藤艳阳下,藤漫色彩斑斓,长时旺盛。 有的赤红如火,叶片翻动时,赤霞满天。 有的雪白晶莹,微风浮动,叶片如雪花翻卷。 有的黑油油,宛若墨龙倒挂,每一座较大的城市的上空都有数十根藤漫,离得从上万米到数百米不等,引发不少人的探索欲望。 这到底是什么? 楚风总觉得不妙,这么多藤漫出现是世界各地,吸引所有人的目光。 据闻到现在为止最起码有两三千人消失,沿着藤漫攀爬上去,消失在直径一两米的物团内。 有的唯一人,更有一些普通人,赌心很大,想改变当前自身的状态,迫不及待地闯上高空中。 黄牛狐疑,仔细看了又看,道,有点像千辛藤。 那是什么植物,很有名吗? 楚风问道,嗯,非常有名,真正成长起来后,遮天蔽日,覆盖星空。 黄牛答道,粉嫩的小脸上写满严肃。 楚风惊诧,有这么夸张,这是千辛藤的原始阶段,才生根发芽而已, 离进化成熟还很远,随着生长它的形态会不断地变化。 黄牛小脸绷紧,十分郑重,道之最惊人的千辛藤如其名,扎根在星空中,藤漫连接着上千颗星辰。 连接上千颗星辰,楚风目瞪口呆,这还是植物吗? 天方夜坛般。 成长到那个地步的没有几株,黄牛很严肃,因为这种植物在它来的那个地方都没有,只记载于古籍中。 一日间,漫天千辛藤生长,这预示着什么? 楚风醋眉,有可能是星空深处飘来的种子,在这复苏枝的发芽,还有可能就是其他世界的人故意干的。 黄牛说道,所以它才叮嘱楚风,不要轻易闯进入矮团中,那样做太冒险,背后可能连着一条路。 一座明山一条路,现在连天空也如此吗?我怎么感觉地球千疮百孔,或者说四通八达啊? 楚风神色古怪,原本就如此,不然的话你以为域外各界的道统为何不要命都想赶来,还不是为了收割造化? 黄牛小脸上神色复杂,在仰望天穷,地球上许多地方都有场域,足以证明这片原始古地的不凡,曾经有各种道场。 黄牛提示,研究场域,比掌握各种传承还要复杂时被布置,越是在域外都少有人愿意触及这一领域。 那仅有的少许场域人才,都在顶级道统中。 而在地球上,各座明山间都覆盖着场域,只不过现在还没有真正显山露水,这非常的惊人。 我在提醒你一遍,天地一遍后,在这里修行一年底的上其他地方十年百年,圣树根须复苏,某些道土开启,就是域外最顶级的大教都坐不住。 但出于某种原因,他们没有办法赶来,很难降临。 黄牛就是重提,让楚风珍惜可以迅速进化的机会,错过的话将会遗憾终生。 也正是因为如此,各界的高人都会想尽办法,打通连接向这里的路,将门人弟子送过来,图谋成圣作祖的契机。 此时,金雕王从空中落下,大黑牛、驴王、东北虎都凑过来,听到了最后的谈论。 李杰操的东北虎舔着脸,道,兄弟抓紧时间参用那本场于天书,抢占先机,霸占天下所有名山,等那些神女天骄雨到此圣女来了的话,只能乖乖地向我们抛媚眼。 到时候你抢一群神女压寨夫人,我也取上几只母白虎,再收一群神子小弟,就此成圣作祖。 黄牛比仪,道,就怕那些人来了你第一个叛变,跑过去给人家当座鸡或者当护衫凶兽。 胡说,我像那么不讲究的虎吗? 呛,大黑牛郑重点头。 次日,林诺一回来,他穿得很随意,甚至有些叛逆,牛仔裤上有几个破洞,露出晶莹肌肤,搭配着宽松的体恤。 这身装扮跟他的身份与气质不相符,但他就是这样穿的,像是要接地气。 他身材高挑,双腿很长,跟楚风并肩走在一起,万无目的地压马路。 尽管穿成这个样子,他的气质依旧偏冷,像是冰山的雪莲花在这滚滚红尘中绽放,带着冷冽的气息,还有一抹优香。 真正的大时代要来了,林诺阴仰望高空,看着那些色彩斑斓的藤蔓,精致无瑕的美丽面孔上有优色,也有向往。 才法比常人更了解一遍,就是林诺依这么年轻,也从族中知道不少秘闻。 天地接下来可能会发生剧烈变化,也许强者横强,也许弱者崛起,实现弯道超车等各种情况都可能会出现,接下来将是一场变局。 甚至,有异域生灵要将降临了,一个大时代即将到来。 林诺依看向楚风,认真地告诉他,这段时间他应该内敛一些,在马上要到来的大时中要懂得折服与自保。 楚风点头,明白他的好意,他自然知道出头的船子鲜烂,现在明山飘雪,天空垂一腾,明显要巨变了。 谁能崛起,谁将没落,很难说清,现有的爵士高手可能会更加强大,但也有可能被后来者赶超,格局将会改变。 就是财阀都在等待,静等那一天到来,楚风被人围猎,咽不下这口气,想再收最后一笔账,然后折于平淡中。 在林诺依一再的劝说下,楚风点头,道,接下来我会修身养性,等待大便发生。 静默读南华,闲来送黄庭,或许他真的需要过上一段平淡的日子。 上一次见面时林诺依旧已经成王,现在他更进一步,开始发力。 楚风想知道南海老龙王的事,那条老骄蛇的确让他有些忌惮,他等在这里就是想通过林诺依进一步了解。 因为,他知道天神生物早先就曾有出海的计划,了解很多事。 他足有一千五百岁,有三子,黑藤是他最小的孩子。 林诺依将所知道的情况详细告知,楚风感觉到一股压力,从种种迹象看, 那条老骄蛇的确很恐怖。 短期内他不会登陆,海中的造化不比陆地上少,有水下洞府遗迹,有真龙潮雪传说, 最为重要的是,他正在追寻化龙果,那对他来说至关重要。 林诺依猜测,近几个月内南海老龙王都不会登岸,目前大洋深处对化龙果的争夺非常激烈, 任何一条线所出现都会嚼齐雪与腥风,几大霸主不会走开。 几个月内能发生很多事,楚风微笑,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那时天地早已巨变,他只要能抓住机会不断进化就可以。 他手中有三颗种子,只要名山上的意图进一步复苏,他便可以再次栽种。 随后,楚风又问起那块藏有焦魔权玉石块的事, 林诺已告知,前秦研究院还没有归还。 当日,楚风离去,跟黄牛等人一起赶赴西京,也就是先秦研究院所在地。 西京是古中国十三个王朝的都城,称得上一座历史久远的古都。 同时,他批邻秦史皇陵,先秦研究院坐落在这里,最早是他们研究秦朝以前的历史脉络,后来逐渐壮大,成为一个财阀。 在研究先秦史时,他们曾得到一些骨气,接触到超自然能力,所以这个财团愈发有倾向的追求神秘力量。 迄今,古老的城墙依旧在,斑驳而沧桑,如一幅画卷横于天地间,是一部活着的历史。 天空中,有一株又一株藤垂落下来。 最新消息,有人从安然回来,说这些藤蔓的尽头是天宫,是仙徒,有人采摘到神秘果实,如今进化到准王境界。 在楚风他们行走于西京中时,听到这样的消息。 世界各地,各大城市上方都有藤蔓,很快又有一些消息传来。 由普通人进化为一人,有一人进化成准王。 我们要是攀爬上去的话,会不会直接成为绝顶王者? 大黑牛心动,别冒险,总觉得像是在钓鱼。 楚风警告他,别忍不住诱惑,他们来到先秦研究院,很遗憾,人去楼空,这座大楼中很安静,只有少数不重要的人留下来。 可以料想到这一局面,楚风一日内攻克两大财阀,震撼天下,其他财阀肯定警醒,有了准备。 先秦研究院选择退缩,避其锋芒,重要人物都撤走。 不过没多久,一位熟人出现,正是齐红林,当初在顺天见过,他是先秦研究院的高层人物,藏有焦魔犬的玉石块,当初就是他赔罪时送给楚风的。 老朽来这里想表明诚意,我们真的没有参与为杀楚风兄弟的行动。 随后,他更是直接奉上一块古玉,告知这就是天神生物借给他们的那一块,已经得到邻家之慧,可以转交楚风。 一切都出乎楚风的意料,对方敢于现身,姿态还这么低,直接就奉上了他迫切想得到玉石块。 这是焦魔犬的下半部,上一次得到的不完整。 黄牛曾激动地告诉他,完整的焦魔犬与牛魔群柔和后,最起码能让自身战力倍增。 上一次,只融入半部焦魔犬,他的确感觉到自身实力提升一截,但还不够,增幅不到一倍。 楚风一直点在齐红林的眉心,进行催眠,结果没有任何证据表面先秦研究院曾围杀他,他有种一拳打到空气中的感觉。 值得欣喜的是,他们得到焦魔犬的下半部。 楚风,我们在大林寺,意外的通话让楚风一惊,他的父母居然出现在松山大林寺。 第283章松山大林寺别担心,我们很好,来这里访友而已。 楚志远的声音传来,略有不自然,楚风凛然,这两人怎么突然去大林寺访友,而且他能感觉到自己父亲声音的不自然,这当中不会有什么事吧。 楚风用一种与父母才能听懂的暗语尝试询问,因为以前做过防备,一旦遇上这种事该怎么办,在家里沟通过。 别瞎想,我们很好,来这里做客很舒坦。 王静在那边开口,并且似乎还在取笑楚志远。 什么情况,楚风狐疑,我们跟大林寺的猿猴是旧时。 王静说道,很快,楚风知道怎么回事,有点发呆,居然还能有这种隐情。 当初,天地刚开始一变,楚风从太行山一路跋涉,回到顺天的家中时,正是大林寺镇时之际,老袁第一个立教。 楚风还记得,那天吃饭时他的父亲很有怨念,对松山的猿猴没什么好感。 在楚风看来,有些好笑,平日间他的父亲如雅而稳重,可当时却很不淡定。 王静在饭桌上揭短,说他们年轻时去松山,曾用水果喂猿猴,结果楚风的父亲好心没好抱,被一只猿猴抓破手臂,鲜血淋淋,刺那后对猴子再也没有好感。 当时,楚风当笑话听了,可现在他目瞪口呆,那只猴子是大林寺老袁的亲孙子。 那只猴子前段时间去顺天,在必由宫中意外看到楚志远夫妇二人,一阵狐疑,而后发呆,竟认出他们。 此时,楚风也有点目瞪口呆,这都能行。 元侯一脉在松山立教,成立大林寺,得到今生罗汉级别的呼吸法,也算是皈依佛教,讲究因果。 见到你爸和我后,称以前种下善因,现在要结下一段善果。 王静带着笑声,楚风无语,简直是风中凌乱,难怪楚志远的声音不自然,楚风明白过来后很想笑。 他彻底放下心来,告诉两人会尽快赶过去,他也想登山五月中的松山看一看,这可是名山中的名山。 迄今是了,能够得到富海交魔拳,楚风也算满意。 就在当日,楚风,黄牛,大黑牛各自以雪晶开启传承,终于补全交魔拳,烙印于心中。 这对目前的楚风来说意义不小,能让他战力激增。 最近我们低调一些吧,我要去松山大林寺一趟,你们要去吗? 楚风询问,不去,大黑牛直接摇头,黑着一张脸,黄牛偷着乐,因为知道怎么回事,你跟老元不是结拜兄弟吗? 楚风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当初,大黑牛偷着上松山,想到取金刚菩提果,结果被老元胖揍一段,怨念甚深,现在没事肯定不愿意去。 黄牛道,我们先去找各地方练拳,然后去江西,听闻海族要大举进攻龙虎山,我们看一看能否浑水摸鱼。 分别时,黄牛小声提醒楚风,看一看松山大林寺有没有猴儿酒。 口子真会酿酒,楚风诺然,他一直以为这只是传说而已。 黄牛告诉楚风,天地一变后的猴儿酒与蜂蜜价值最不好估量,当中的一部分可能是瑰宝。 很快,楚风就明白怎么回事,如果是以一果酿的酒,或者纯以一花酿的蜜,那的确了不得。 最终楚风跟他们分开,都没让金雕王当作祭,一个人上路。 在天地一变后,西京到松山的距离能有5000公里左右,对于普通人来说十分遥远,过于漫长。 对楚风来说,他如果能始终保持五倍音速狂奔,不足一个小时就能感到。 当然,目前他只能在最初的半个小时内保持急速,超过一定的时间必须要放缓速度,不然浑身滚烫,泪热容易焚伤自身。 这个傍晚,楚风感到松山脚下,微微松山,五月之一,在天地聚变后,变得异常宏大,宛若与天相连,非常的壮阔。 山上轻松脆白,紫气阴晕,尤其是在晚霞中,山上烟红一片,半金闪耀,十分神圣。 楚风登山,没有动用急速,身影飘忽,无声无息,便来到松山上。 成片的妙宇在落日余晖中像是镶嵌上金边,祥和而又宁静,有古老的菩提树随风摇动,发出缠唱声。 咚咚,木骨响起,这里与世隔绝,昌然红尘上,让楚风安静下来。 咚,一道身影出现,正是老元,而今不是本体,化形为人,干瘦,并不高,虽然得了佛门传承,但却没有剃度。 老元,一头短发,灯灯坚硬,双目如同金灯般,朔朔发光。 这是一位绝世高手,也是第一个开宗立派的异类。 楚风到来后,他第一时间生出感应,瞬息出现,足以说明老元的强大。 见过前辈,楚风开口,老元微笑,没有拖大,因为他深知这个年轻人超烦,实力非常惊人,已经屹立在绝世高手之列。 我曾去过江西,想去救援你,了解一段善谱,不曾想你自己便横扫群王。 老元说道,楚风知道,有不少受亡在江西现身,现在还没有离开呢,包括正段六道枷锁的绝世强人。 多谢前辈好意,两人边走边交谈,楚风见到父母,却信他们无恙,仔细了解过内情后,他真是一阵无言。 楚风觉得,留在松山也不错,这里环境优美,紫气鸟鸟,生机浓郁,非常适合七居。 上一次,路通江楚志远二人从玉须宫转移到毕游宫,是出于安全考虑。 如今,老元将两人接到这里,乐一段因果,未尝没有这方面的想法。 前辈是不看好我吧?楚风微笑,对方这样待他父母,难道是觉得他会陨落,出什么问题? 不,我很看好你,老元笑道,佛门讲因果,老僧将两位接到松山来也是应该的,就当散心吧。 就这样,楚风住了下来,想折风一段时间,他对这里的环境很满意,想在这里修行,提升自己。 清晨,终生悠悠时,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义法,今父无法时,法法合层法,楚风送佛祭,观真经,很投入,比大林寺的一群猴子喜得还要早。 这里有千年古叉,有大量佛经,更有神圣古术复苏,让人心神宁静。 亲帝生诸种,殷世父生理,国满菩提园,华开世界起,接连数日,楚风都没有离去,时常诵佛经,观松山气象,很实悠闲。 这几日间,他将交魔拳练成,跟牛魔拳柔和,让他实力大增。 故古尘中,楚风很轻松,舒展身体,常常于清晨雨傍晚练拳,实力越发强横。 除此之外,楚风练形一时而真形时更进一步,在他体外凝结一口大钟时能在钟壁上烙印下第七种真形了。 龙、虎、鹰等围绕他旋转,大钟轰鸣,防御力又提升一节,当真快万法不亲了。 数日前,只有六种真形围绕他旋转,凝结在金钟罩上,而现在绝对更加强横,当真要金身不坏了。 有时候,楚风会去找老元切磋,跟他是下身手,不过没有激烈对决,只是稍微碰撞那么几下,只为推演拳法。 他了解到,老元所掌握的金身罗汉及呼吸法竟然是一斤斤。 前辈真是不凡,一个人攻下五月之一,楚风赞叹,我所占据的不过是松山的一小部分,真正的山体还隐在迷雾中。 老元轻叹,指向虚空中,到了此时,楚风彻底明白,所有名山都相仿,如今真正的根本所在还没有浮现呢。 接连数日,楚风都折服在松山,从人们的眼中消失。 不过,外界并没有因为他隐去而平静下来,现在江西境内风起云涌,海族要大举进攻龙虎山。 海族各路高手联合在一起,准备瓜分那里,这一次声势浩大,他们想要一举拿下。 连孔雀王宫卸身了,金屋王也赶到,此外还有太行山的白蛇,武当山的老宗师等人。 甚至,阿锦宫,玉须宫,玉游宫的三大公主也都赶去了。 因为,人们预感到,龙虎山可能真的会被打开。 不久后,黄牛跟楚风通话,华山的金翅大鹏王,昆仑的敖王也都过去了,此外还有更多的王家林。 如今江西境内彻底乱了,群王想跟着海族一起杀上龙虎山。 前辈不去吗?主风问老元,道教祖庭不是那么好功课的,我就不去凑热闹了。 老元很有定力,主风赶紧过来,这里有一宝要出事,难怪这群正断六道枷锁的强人都跑过来了,值得一证。 大黑牛催他动身,主风提醒,神色严肃,道,爵士高手清零,你们就不要凑热闹了,那么多人争风,也不小心将自己搭进去。 他的确坐不住了,怕几人出现什么意外。主风原本不想参与的,因为他去过那里,认为现阶段根本打不上去,想等自身实力更进一步再说。 主风,你能去接应一下公主吗?他们在那里遇上大麻烦,路通突然跟主风通话,请求他去相助。 什么情况,不是海族在攻山吗?主风促眉,有一宝出事,如今落在公主手里,路通秘密告知,主风一探,只能上幕,道,这次我去还掉人情。 第284章海陆大决战,金晨,松山高峰上被朝霞覆盖,不要说成片的古叉,就是苍松翠百都在流动金霞,宛若佛光普照。 终生悠悠,但精妙语带着蝉意,仿佛超然红尘上。 主风知道情况紧急,为了救人,准备立刻上幕,跟老袁打过招呼,跟父母告别后,他从山峰上一跃而下。 砰,他落在山地间,像是一颗雨星杂落,地面直接崩坏,剧烈地摇动起来,冰雪四处四溅,要发生雪崩斑。 大雪早已停止,不过只有山巅古叉还有山路被大林寺的猿猴清理出来,其他地方依旧有白茫茫。 主风像是一具人形超音速飞行器,狂奔而去,山石、树木等碰到他便炸开,拦不住他的去路。 自从一变后折叠空间出现,松山与龙虎山两地间相距8000公里左右。 现在主风没有保留,一路飙速,救人如救火,全力以赴地奔行。 当然,他也不能将自己类的身体受损,每当身体发热,要焚烧起来时便减速,不然的话即便赶到龙虎山也无力一战。 太阳出生,万物生机浓郁,这个暖洋洋的早上,所有人的宁静都被打破。 一则又一则消息从南方传来,如同一座又一座火火山喷涌。 华山长叫金翅大鹏王一似陨落,昆仑山爵士强者熬王被击杀。 这一切太通然,交袭传来时,不亚于一场海啸,又如同隐心撞击大地,龙虎山发生大决战,陆地上的强者跌血,恶好一则又一则的传来。 数日前,海族联手,大举进攻龙虎山,要攻下这座道教都城,而陆地上个方刀手也赶去了。 谁能想到,那里发生金氏大战,要改写整片陆地上的格局。 这个清晨,流血大战到了最高潮,中王思后,群雄激战,龙虎山被血染红。 陆地上的爵士强者遭遇重创,很有可能被学习九成,真正战到癫狂。 太行山的白蛇,那般强大,盘起来如同一座大山,结果,他也败了,半截躯体被人一剑斩断。 御虚公之主胸部被人打穿,学见到教祖庭。 交袭一出,四方大阵,将是山海决堤,席卷天下,所有人都被惊呆了。 一夜间,陆地上那些富有盛名的高手不是败北,就是被杀,死的死伤的伤,别血龙虎山。 接着,有消息传出,八警公之主一条手臂被人斩落,他被困在龙虎山巅。 很快又有让人揪心的事发生,据闻武当山的老宗师浴血搏杀,可却被刀光剑引淹没,生死未知。 这是一个朝霞灿烂的清晨,但却让人恐惧,一切太通然,一夜间而已,陆地上生灵战败的消息震动天下。 海族,这一切都是海族所为,在龙虎山登陆地上的高手决战。 温暖的太阳野区不进人们身上的寒气,各地都不安,所有人都觉得头皮发木,内心疼起巨异,这是从没有想到过的局面。 海族这是要做什么,发疯了吗?这样学习陆地上的强者,难道要大己登岸?要变天了,我不相信这是真的,陆上的成名刀手相继败亡,不可想象。 天翻地覆,以后海族要统治陆地不成,宛若洪水滔天,各地不能宁静,人心惶惶,现在很多人都强烈不安,内心非常的恐惧。 此刻楚风没有关注这些,因为他一心赶路,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早晨消息大爆炸。 沐浴朝霞,运转呼吸法不错,他的两条长腿非常有力,他在地面上,每一次月起都能横渡出去两三里地。 这种速度让常人难以理解,一个血肉之躯的人竟可以做到这一步。 这跟古代传说中的陆地神仙没什么区别,纵横洪荒大地上,朝游北海木苍吾,一日间可以行走数万里。 楚风双脚发光,每一次落地都喷发出惊人的能量,他在施展神足通,遇到宽阔的河流一下子就迈过。 哪怕遇到山峰阻路,他也能冲起,直接跃到山巅上,沿途不时有山石炸裂,他不能飞行,但却比飞鸟还要快。 终于,他疲累了,放缓速度,这种疲累主要源自他身体的温度过高,现在他像是一个火炉子,不断蒸腾起白雾,毛孔更是冲出能量光。 楚风漫步,大口呼吸,恢复精力,游离在天地间的能量被他接引而来,跟他的肉身交融,让他渐渐放松,体温也在恢复正常。 通讯气响了,是路通找他,我在赶路,走了大半城,放心吧,会尽快赶过去。 楚风说道,以为路通催促他,他一路狂奔,已经将5000公里山川甩在身后,还有3000公里左右,再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就可以一口气跑到底。 我有些后悔,并不是催你尽快赶去龙虎山,那里已经是一个绞肉场,不要去了。 路通看到,发生了什么,楚风惊诧,你没有注意到最新的消息吗?那还是不要看了,楚风你记住,活着最重要,赶紧回来吧。 路通声音低沉,楚风诧异,快速在通讯器上查看新闻页面。 一时间他正住,陆地上富有盛名的高手遭遇挫折,血染龙虎山。 昆仑山的敖王战死,楚山剑弓的白鹤雪与漫天飞舞。 楚风仅看了几则消息便心中逆沉,这太意外了,让他不寒而栗,这得杀到何等惨烈的禁地才会如此。 他深知,那些人都是高手,强得离谱,但还是死得死伤的伤,这一战非常可怕。 楚风不能确定消息是否属实,一旦为真,那么现有的格局将被彻底打破。 嗯,突然,他看到一则消息,还配有一张图片,武当山的老宗师被海族围攻,身上满是血迹,道袍破碎,白发上有血,湿漉漉。 这是龙虎山的大战,被人拍到画面,发了出来。 这让他楚风脸上浮现煞气,周身腾起光焰,握紧双拳,他心中有些发堵,必须要赶过去,参与这一战。 楚风几次落难,遭遇危机时,这个老人都曾站出来,站在他这一边,让他心怀感激。 现在看到这个老人虚发肩燃血,他心中发紧,哪怕知道那里无比危险,也要闯上一闯。 即便消息属实,海族也肯定付出了相应的惨痛代价,想解决陆地上的那批证断六道枷锁的猛人,他们想不流血不可能。 楚风开始联系黄牛,大黑牛他们,结果打不通,两头牛失联了。 他神色凝重,又尝试联系东北虎,驴王,同样没什么动静,通讯器无人接听。 楚风深吸一口气,再次开始足狂奔,这一次更快,沿途没有停下,穿山越岭,如同在飞行。 最终,楚风接近龙虎山,提表赤红,毛孔中蒸腾出丝丝缕缕的血气,他跑得太快了。 三千多公里并非坦途,有各种障碍物,可他最终只用了半个小时就杀到。 龙虎山最近这些天成为风云汇聚之地,这片区域有很多艺人还有一类,数日以来都如此。 这些人实力不够,上不了山,都是闻讯赶来的。 尤其是今日清晨,海陆大决战的消息传出,引发巨大轰动,很多人恐惧,但也有部分人胆大包天,跑来观看。 楚风很冷静,连有立刻冲过去,因为该发生的都应该发生了,着急也没有什么用。 他在调整,要保持巅峰状态登山,做好各种准备,他要参与这一战,但也不会因愤怒与冲动将性命扔在这里。 智不可为的话,他会退走,不会白白送死,只要活下来,早晚能跟海族清算。 当然,他会竭尽所能先去闯上一闯,尝试营救一些人。 楚风一边休息恢复经历,一边查看那些消息,想尽可能地了解所有情况。 所有战斗都发生在龙虎山,为什么没有人逃下来? 原本这让楚风诧异,当仔细了解后他知道了情况。 山上,有一处神秘空间,海族与陆地群王都杀了进去。 争夺造化,哪怕战败想逃都困难,那些人被堵在里面。 大黑牛,突然,通讯器最新消息,几张图片映入他的眼帘,让楚风眼睛终身盲暴涨。 海族一位强者,一头淡金色长发,英姿勃发,站在龙虎山上,手持一根血淋淋的牛角,而后扔在地上,踏在脚下。 楚风瞳孔收缩,那像极了大黑牛的脚。 在那名海族金发男子的脚下,还有白鹤的羽毛,还有人族高手的手臂,场面有些恐怖。 海神虎,这个金发男子来自大洋,属于海神虎一族,实力高的骇人,曾在站在龙虎山上冷声喝问,谁敢与他一战。 大老黑,楚风揪心,大黑牛被这个金发男子重创。 现在唯一还能让他沉得住气的是,那些图片中没有大黑牛的尸体。 嗯,很快,楚风身体一震,他看到在那海族金发男子的脚下,还有一脚血衣,很像黄牛曾经穿过的小衣服。 这让楚风心中翻腾,充满焦虑,他心中急躁,体内能量滚滚而涌,血气如汪洋般起伏,散发出非常恐怖的气息。 不能耽搁,他实在等不下去了,大步向着前方走去,接近龙虎山,不惜要在这里浴血大战。 第285章第一展楚风一边走一边恢复精气神,脚步有力,附近游离的能量被呼吸法接引而来,迅速让他的身体浮现宝灰。 脚无声息,他来到人群后面,这块地带的生灵太多了,有一类也有一人。 甚至,有些凶勤猛兽都没有化形,灵甲赠量,羽翼鲜艳,密密麻麻,龙虎山大战吸引来很多生灵。 太揪心了,武当山的老宗师不会真的战死了吧,好可惜啊。 一位人类少女眼圈都红了,觉得难以接受,老宗师全法高深莫测,或许能活下来。 一位中年人开口,但是他自己都不太相信,海族围攻,老宗师陷入见光中,坠入龙虎山的那片奇异空间内,身上血迹斑斑。 不仅人类在议论,还有很多异类也在低声私语,他们也无比担忧。 那可是金翅大鹏王啊,华山长教,号称东方石大高手之一,难道他真的被斩杀了? 一位通体鲜红如玛瑙的疫情低语,情绪低落。 他们不愿相信,如果连秦族中数一数二的强者都陨落,这对他们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 楚风漠不作声,呼吸法越发的平和,自身状态迅速恢复,已经离巅峰不远,准备冲击龙虎山。 不过,在听到这些人的议论后,他戒备起来,觉得这地方是龙坛虎穴,陆地上的高手绝不弱,可却跌血。 他曾亲眼目睹过金翅大鹏王的风采,早已进化出古代神情的血统,昆仑大战时,曾撕裂西方最强高手之一黑龙。 可是,这样的神鹏都死在此地,真是无趣啊,陆地上的强者有点闻道,但数量实在太少了,我还想磨练刀意呢,根本不够杀。 山上,一道懒洋洋的声音传来,那是一个白发男子,手中提着一口血亮的长刀,还在滴血。 他俯视山下,张扬而随意,主风从山脚下这些人的口中得息,他是白沙王,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角色,欲虚公之主都挨了他一刀。 此外,这个人更是参与围攻过武当山的老宗师,割裂老人后背,造成重创,血液四溅。 好了,白沙王你还是去杀敌吧,这里有我坐镇。 一个黑发男子出现在半山腰,接替了他,白沙王带着淡笑,提着滴血的长刀从那里消失。 古金王,山下有人低语,引发骚动,许多人不由自主低头,不敢看向山上那里,因为这位也非常凶狂。 古金王身材高大,非常魁梧,一头浓密的黑色长发,眼神带着野性,他碰的一声将手中一物抛出,挂在半山腰的一棵大树上。 楚风的兄弟被我斩下半截尾巴,不知道他来了没有,我可是等他多时了。 古金王开口,言语肩带着冷意,那半条尾巴皮毛灰白,挂在树上滴血。 山下,鸦雀无声,楚风的兄弟被人削掉一小段尾巴。 楚风的这位结拜兄弟是一头驴子,跑得倒是挺快,先留他一命。 古金王淡淡地说道,一头驴子是楚风的结拜兄弟,人们自然不相信,古金王这是有意埋态楚风吗,在针对他,敌意甚浓。 他杀了我的结拜兄弟黑藤,以为这件事就算过去了吗,我会把他的兄弟也一个一个地杀光。 古金王俯视山下,人们顿时明白了,在传出黑藤死在三青山时,抱先词与虎金王曾第一时间赶去,可见关系不一般。 驴王被虎金王重创,楚风心中杀气腾腾,他避过其他人,正在临地中穿行,想斩掉虎金王。 不过,他身上并无波动,脚步平缓,正在登山,他不想当一出现就被海族人发现。 这几天,海族与陆地上的王者一同登上龙虎山,一却打开局面,可以看到沿途雪急斑斑,生生踏出一条路。 这不是上次楚风闯山的那条路,这条雪路的尽头很远,超过半山腰区域。 山上并非所有海族生灵都是正断六岛枷锁的强者,有些很普通,负责站岗放哨,在这里巡视。 这片地带发生过大战,坑坑洼洼,山石融化又冷却,更有很多血与残骨,鳞片,羽毛等。 都是王籍生物所留,楚风已经恢复到最巅峰状态,他沿着雪路旁的命运行走,没有遇到场域所导致的凶险,接近目的地。 不远了,距离身材魁梧的虎金王已经不足300米。 那片地带有一个破旧的小道观,比一座普通的亭子大不了多少,强体军裂,看样子随时会倒塌。 唯一的异常就是,他在发出很微弱的光,而陈旧破败是他最直观的体现。 按照山脚下那些人的议论来看,道观背后便连接着神秘空间,一群正断六道枷锁的强者都杀进去了。 残破的小道观就是入口,早些谁都没有注意到他,都快被薅草还有荆棘淹没了,有人无意闯入才发现另有乾坤。 除了虎金王外,这里还有一个美丽的女子,她是棒仙子,青丝如铺,面孔精致,眼睛扑闪,称得上美丽。 在她背后有一对棒壳,雪白如玉,带着晶莹的光泽,为她平添了一种另类的气质与风韵。 她是一位丽人,但这些天双手却沾着血腥。 这里有张玉石桌,上面摆着果盘与甜点等,棒仙子相当淡定,比虎金王稳重多了,正在享用糕点。 她漫不经心地开口,道,虎金王你急什么,可以慢慢来,你先将里面那两头牛杀死,再逼掉那头老虎,一个一个来,让那的姓楚的稀息体会, 慢慢享受。 她一袭白色长裙,本身很美丽,称得上清丽脱俗,甚至有古出尘的气质,但此时却让人心中生味。 站脚下,有不少人都听到了,略发觉得棒仙子让人生味,其心与其容貌相差甚远。 有道理,我立刻就去追杀,一个也跑不了。 虎金王也露出笑意,不过显得有些冷酷,过口中的牙齿雪白。 无,回头我们也可以弄一个美食排行榜,谨幸楚的来点评,究竟是红烧牛肉好,还是炭烤虎肉更佳。 棒仙子在说这些话时,依旧带着笑,不过眼神有些冷烈。 她对黑藤青木,不算是什么秘密,她比虎金王更想杀楚风。 哈哈,这个主意不错,等我消息,想来要不了多久就能品尝那些美味了。 虎金王转身,直接走进小道罐中,楚风临近,不足百米远。 她准备动了,展开绝杀,此时机会不错,先杀棒仙子,再斩虎金王。 然而这时棒仙子却忽然起身,面对山下,道,楚风你来了吗? 如果还没有到的话你的兄弟就要死掉了。 她笑语盈盈,道,墓地上的强者真的不多啊,数量太少,根本不够围剿。 说起来,楚风你的兄弟很惨哦。 说到这里,她连不款款,站在一处地势较高的土坡上,从地上捡起一脚血衣,道,这是我亲自出手从那个小家伙身上撕裂下来的。 嗯,有点可惜,只是将她击伤,没有当场杀死。 楚风盯着那里,双目喷火,她却醒无疑,那是黄牛的衣服。 在那块地方有不少血腥物品,有大黑牛一根染血的断脚,还有金雕王的淋雨,更有武当山老宗师的残破道跑血迹斑斑。 这些都是我的战利品,小部分是我自己动手杀伤的,还有不少是请人出击带回来的。 帮仙子笑得开心,很灿烂,用脚在那里踢来踢去,摆弄那些血淋淋的东西,她容光焕发。 楚风动了,向前跃起,要击杀这个女人。 在她看来,这个所谓的帮仙子哪里还有什么仙气,相当的恶毒,不就是想刺激她赶到龙虎山吗? 这个女人为了替黑藤报仇,会很疯狂,如果现在不杀掉的话,后面肯定会做出更可怕的事情来。 此,楚风断鹤,帮仙子瞳孔收缩,她没有想到楚风真的来了,而且不足百米远,对这个等级的生物来说距离太近了。 楚风,天啊,楚魔王杀来了,山脚下,出现成片的惊呼声,无论是一类还是一人都起很期待,想看到她发威,杀进那片神秘空间中,诛杀海族。 等你多时了,帮仙子没有慌乱,她抬手间,掌心浮现一个玉盒,喷了一声,盒盖自动弹开,一道剑光飞起。 诗,惊天长红刺的人睁不开双眼,太璀璨了。 宛若见先横空,沙发世间,不好,有人惊叫,许多人都在渴望楚风强势镇沙海族人马,但现在见到这一幕都害怕了。 玉石河中藏凶器,早先时曾经重创过昆仑山的敖王,有人亲眼目睹,剑光一闪,王王胸膛被剖开。 主风寒毛炸力,他看得清楚,那剑光并非一口非剑,而是一张银白纸张,上面刻着妖艺符号。 他立刻知道了,这跟在通古联盟张家缴获的金身罗汉纸类似,是古代大能随手留下的葱陋作品。 但是,对于他们这个层次的人来说,杀伤力巨大,能重创甚至杀死证断六道枷锁的生灵。 还好他没有大意,自从登山后便没有小区一人,他手中霞光一闪,自身从原地消失。 主风将自己收进空间瓶子中,任剑光披来,蒸蒸作响,他都无恙,只不过遭受了剧烈的震动而已。 他早就做过实验,这瓶子结实的过分,凭他想尽办法都打不破,这次来龙虎山,他担心陷入场域中,遇到对抗不了的沙发之力,想用玉镜瓶肚截。 他没有想到,这个棒仙子居然掌握有类似金身罗汉纸一样的古代大能的制品。 不,足足批了六七次,那张银色纸张破碎,不再是剑光,四分五裂,化成飞灰。 怎么可能,棒仙子心惊,这可是蛟龙指,是古代的神蛟遗留的作品,哪怕没有用心思去做,也不是一般人可以对抗的。 他负责守在外面,看着柔弱,其实带着这种大杀气,就是为了坑杀来源的绝世高手。 他没有料到,楚风能逃过一劫,做的一声,楚风在线,冲冲玉镜瓶,将之收起,而后举拳就轰杀。 棒仙子面色变了,他是一位正断六道枷锁的强者,看着年轻,半存世数百年了,拥有非凡的道行。 碰的一声,他闭合棒壳,保护己身。 并且,棒壳发光,丝丝缕缕的能量化成光束,冲击楚风。 杀,楚风无据,刚刚炼成交魔拳,跟牛魔拳融合在一起后,让他实力长了一大截,比以前更加慎用。 空,一拳而已,他击穿雪白棒壳,打得棒仙子惨叫出声。 哪怕他早已正断六道枷锁,此时也不是楚风的对手,后者可以称之为绝世,而他还不行。 棒仙子双手发光,交叉着,想要阻挡,可惜,楚风这一拳堪称爵士威猛,打穿棒壳的同时,也震断他的一双手臂,贯穿进他的躯体中,雪花棒剑。 一拳而已啊,山脚下,有人惊呼,左有人都震撼莫名,堂堂棒仙子,一位正断六道枷锁的海族高手,被楚风一拳就贯穿身体,这太惊人了。 啊,棒仙子惨叫连连,砰,楚风手臂一震,他四分五裂,飞了出去。 而后,楚风迈开大步,进入小道观,要去追杀虎金王。 所有人都颤立,在楚风身上感觉到一股山崩海啸般的气势,都欲感到,楚魔王要大开杀戒了。 第286章神秘空间楚风进去了,闯入小道观中。 山脚下,人影绰绰,许多人跟着大叫出声,热血汹涌,心潮澎湃。 一拳而已,楚风直接轰杀棒仙子,让一位正断六道枷锁的高手瞬间陨落。 无论是异类还是人类此时都被刺激了,不少人大叫出声,无比激动,看到不可遗失的海族被楚魔王这样暴力的毕掉,感觉酣畅淋漓,心中的一口恶气吐了出来。 早些时,这些海族太嚣张了,飞扬跋扈,手持大杀气重创陆地上的一些爵士高手,还冷言冷语,让很多人都觉得憋屈。 现在楚风一拳杀敌的战绩出来,不少人心中舒坦多了,龙虎山下跟鬼哭狼嚎似的,一片兴奋的叫声。 交戏第一时间传到外界,楚魔王现身,轰杀海族高手,有人拍摄下那一瞬间的画面,在外面引发巨大波澜。 看来楚风怒了,不顾一切的杀进去救人,龙虎山的神秘空间注定要再起绝食杀伐,或许会让海族损失惨重。 谁都能看出,楚风之急切,恨不得泪生双翅闯进去,因为他都没有理会棒仙子的本体。 按照这个魔王以前的习性,这等上加真瑶,他哪里会放过,理应成为他识谱中的顶级材料才对。 当然,依照这种判断而说话的人,也让所有人都有点无语,可是仔细想来, 还真是那么一回事。 道观很小,充满裂痕,陈旧而破烂,楚风进来后,发现另有乾坤,道观发出微弱的光, 所谓的电雨没有尽头,一直向前衍生。 他大步奔行,闯出去很远后发现,这条通道很奇异,像是能量构建的, 足有数理掌。 没有岩石,也无建筑物,只有如同半黄色水晶般的能量隧道, 楚风一口气跑出去十几里,而后他止步。 一道能量门出现在前方,或许可以称之为能量光幕, 接近透明,隐约兼能看到后方有植物,有草地,连接着一片空间。 楚风很谨慎,动用精神武功,搬运飞舰探路, 穿透光幕时遇到一些阻力,但没什么危险。 他踏了进去,发觉有一定的压力,挤压着他的身体, 不是亡极生物的话肯定承受不住。 他穿越过来,而后整个人彻底呆住,他看到绿草如荫, 也望到蓝天,这简直就是一个新世界。 他确信,在外界没有这片地带, 折叠空间还真是神秘, 楚风更加谨慎,悄然打亮,他瞳孔收缩, 因为,就在前方有几株南瓜秧, 都接着硕大的南瓜,早已成熟,发出金黄的光泽。 而且这里的南瓜格外巨大, 都足有一人多高,通体都在发出金光。 上一次他攀龙虎山时, 和喜乐一起被五种蔬菜炸得愈鲜愈死, 险些被废掉,其中一种就是这种南瓜。 不过,当时的南瓜可没有这么大, 直径一尺倒边了。 楚风怀疑,一人多高的老窝瓜真要爆炸的话, 估计连他都受不了,这里很危险。 这片地带发生过战斗, 有不少人经历过痛苦的磨难, 虽然被掩盖痕迹, 可楚风留意之下, 还是能闻到一缕血腥味, 更能看到一些地带焦黑,遭过累积。 有棒仙子在外守着, 手持神胶指, 谁能攻进来, 我们倒也轻松。 不远处有两头海族生灵, 不是爵士高手, 但也不弱, 应该已经撕裂第四道枷锁。 外敌如果出现, 他们只需要远远地攻击南瓜殃即可, 那里一人多高的金黄窝瓜就会大爆炸, 就是爵士高手也承受不住。 楚风符在地上, 左掌心发光, 闪电符号出现, 这是他在龙虎山雾出的天师想要术。 他贴地而行, 快速穿行过这片地带, 如果是一般的人肯定遭遇雷霆大爆炸洗礼了, 不死也得丢掉半条命。 但是, 他掌握有想要术, 契合此地雷霆之意, 掌心发光, 跟南瓜殃交融, 没有引发雷电。 作得一声闯了过去, 他成功过关, 两名海族生灵被惊动, 这里莫名就多了一个人, 让他们震惊。 想要通过这里, 需要人为将一根青铜主子从地下拔起才行, 这里有小型场域, 可控制南瓜殃地带的雷电强弱。 但楚风就这么出现, 杀到眼前, 杀, 两名海族嘶吼, 一起扑杀, 砰砰, 楚风没有停留, 运转巧利, 将它们打进南瓜区域, 他则头也不回地冲向远方。 空, 大爆炸声响起, 雷霆澎湃, 黄金闪电交织, 直接两名海族强王级生物的身体击穿, 让它们四分五裂。 它们惨叫着, 在雷光中被劈碎, 留下一些焦黑的残骸。 楚风以强大神诀搜索, 他想第一时间寻到黄牛它们, 大黑牛被人斩断一只鸡脚, 驴王被虎金王削掉半截尾巴, 都很凄惨, 不知道现在怎样了。 很快, 他经历地发觉, 这片空间很小, 方圆不过几十里, 以他的武备因素来说, 片刻间就踏遍这里。 有大战过的痕迹, 有破烂的小山峰, 但就是没有发现故人与敌人。 楚风捡起一截道袍, 血液还没有彻底凝固, 染红他的双手, 毫无疑问, 这是武当山老宗师的。 随后, 楚风的目光凝聚在一株奇怪的植物上, 起初他以为是一棵大树, 比山峰还要高, 但后来发现这是一株葫芦藤。 作的一声, 楚风冲了上去, 沿着粗大的葫芦藤向上攀爬, 有时候甚至踩着那巨大的叶片直接向上跃。 葫芦藤必游游, 带着旺盛的生机, 但是没有截着葫芦。 当上森树千米高, 穿过小世界云层后, 楚风惊恶地发现, 天穹有一个大空隆, 他稍微有欲, 直接跳起, 进入天穹上的空间。 浓郁的生命气息扑来, 他像是进入一片神话世界。 这里所有草木都有光泽, 哪怕一棵野草都绿莹莹, 至于花雷等更是晶莹发光, 凝买浓郁的芬芳。 许多老树五六人都河抱不过来, 树上垂落下来很多藤, 仙内欲低, 流动光泽。 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规律, 楚风向前冲去, 天穹上的这片世界很大。 龙虎山的仙家净土吗? 他心中惊异, 如果不是地上的雪迹, 还有前方大片山地被毁, 这里说不出的祥和。 很快, 他神色阴沉下来, 越向前走越是触目惊心, 他看到了一块血肉, 带着乌黑皮毛, 这属于熬网。 有人以剑气从他身上割裂下来大片的血肉, 他重伤突围, 这片山地都被打烂了。 一, 很快, 楚风发现一株小树, 半人多高, 结着一枚紫盈盈的果实, 散发清香。 这里有一果, 他心头微惊, 眼下这颗果实可以直接让普通人进化为实力很强的艺人。 随后, 他又看到一株通体赤红的古树, 足有树丈高, 看样子也曾结过果实, 被人采摘走了, 这里有雪迹, 发生过战斗。 楚风意识到, 难怪海族要围剿陆地上的强者, 这里有不少造化, 他们在争夺。 他沿着雪迹, 踏着破碎的山地, 向战斗方位一路奔跑下去, 追踪大战的那些人。 中出去后百余里后, 他终于看到人影, 有三名结伴而行的生灵, 都是王者, 身上染着血。 可以看出, 他们都是海族人, 因为进化为人形后, 还保留着一些种族特征, 其中一人双臂是两只大钳子。 还有一人保留着鲨鱼头, 血盆大口张开时 牙齿风锐的跟匕首似的。 还有一人身上咯咯哒哒, 虽然是人身, 但却长着章鱼的触手, 如如而动, 带着粘液, 而且一条章鱼爪上 提着一颗血淋淋的头颅。 楚风心头一沉, 脸色当即冷冽下来, 那是昆仑山的遗兽王, 居然惨死在他们的手上。 他跟昆仑山的一群大妖有交情, 关系很好, 见到一个认识的人惨死, 让他心中有些发堵。 该死的豹子, 跑得真快, 只差一点就抓住他。 三民海族王者正在抱怨, 没事, 虎金王出手了, 他逃不掉, 肯定会被撕裂, 会惨死在那里。 那两头牛究竟在哪里? 虎金王吩咐我们必须找到他们, 他要去亲手去虐杀, 要将他们的头颅挂在龙虎山上, 吸引那个楚风来送死。 三民海族身上血迹斑斑, 但并非他们自己的血, 提着狩王头颅, 这片地带正在寻找黄牛与大黑牛。 楚风出现, 散发强大的威能, 不加掩饰, 惊得他们大吃一惊。 这片地带算是大后方, 没有爵士高手, 已经被海族的顶级强者扫平, 他们发现楚风不弱于正端六道枷锁的声明后, 都不由自主地倒退。 你是, 楚风, 三人认出他, 而后想要大叫, 引来爵士高手围猎楚风。 哄, 楚风出拳, 且催动飞剑, 一拳而已, 将那位撕裂四道枷锁的蟹王打爆, 并用飞剑斩掉另外两人的头颅, 鲜血冲起很高。 楚风带着滔天的杀气, 向前追击而去。 他已经得息, 虎金王在前方, 在寻找两头牛, 不过先一步发现昆仑山的雪豹王了。 前方, 林木稀疏, 地表缺少植被, 但是天地精气依旧浓郁。 这里是一片火山区域, 许多山口都冒着黑烟, 甚至有的山口直接向下流淌岩浆。 楚风追击上百里, 强大的神觉散开, 他听到虎金王张扬的声音, 快速向前奔跑而去。 一头小小的雪豹而已, 还不够我塞牙缝呢, 也敢在我面前张牙舞爪, 连你们昆仑山的熬王都被我刺了一毛, 心脏都撕裂了。 虎金王身材魁梧, 满头黑发飘舞, 颜塞同龄, 像是一尊魔神般站在火山前, 地上有岩浆河流涌过。 说,那两头牛在哪里, 不然的话, 我一脚踩死你。 虎金王俯视前方, 绝豹王满身是雪, 他现在是人形状态, 因为一条手臂被人撕掉了, 化成本体的化得不容易奔跑。 而且, 在他的身边还有一句死尸, 也是一头兽王, 但是被人踩烂了, 成为一滩肉泥, 雪季染红衣大片火山岩。 绝豹王陷入绝境, 他悲愤无比, 死去的是昆仑山的一头大妖王, 跟他关系莫逆, 可是却挡不住虎金王狂暴的一脚。 他们跟爵士高手的差距太大了, 老喇嘛会替我们报仇的, 还有, 你想动两头牛王, 楚魔王也肯定会出现, 必然要击杀你。 绝豹王呼出去了, 一头银发染着血, 声音低沉, 带着怒意。 老喇嘛赶来, 自然会有人招呼他, 我的长毛早就想饮他的罗汉血了。 至于楚风我倒是希望他早点赶来送死, 真敢出现的话我直接捏死他。 什么狗屁魔王, 在海族诸王面前算什么, 会被围猎, 怨杀。 第287章以暴制暴虎金王的声音宛若雷霆, 在这片地带激荡, 让附近的火山都在轻微地摇动。 这片山地都是坚硬的火山岩, 至于火火山一座又一座, 很多都在冒着浓烈的黑烟。 附近硫磺的气味很浓, 火红的岩浆流淌, 在地上横流, 有些地带对于普通生物来说就是死亡绝地。 绝暴王背靠一块巨石, 半边身子上都是血, 右手臂被虎金王撕掠下来, 就在不远处, 鲜血流得满地都是。 他愤怒而又无可奈何, 远不是虎金王的对手, 跟他交情莫逆的昆仑兽王就死在眼前, 他已经拼命阻挡, 可是付出一条手臂的代价也改变不了什么。 怎么沉默了, 你以为那头老喇嘛很厉害吗? 即便单打独斗也有人可以对他斩首。 至于那个楚风, 他祈祷吧, 真要是出现在这里, 有他好受的。 虎金王逼近, 一步一步走来, 他的岩石地面都在震动, 并且均裂了。 不远处, 那条岩浆中咕咚咕咚冒出热气泡。 楚风已经听到虎金王的声音, 他杀来了, 站在远处的一座火山上, 遥望这个方向。 主要是虎金王张扬而霸道, 其音如雷霆, 传出去数十里远, 所以楚风才能在第一时间察觉, 迅速赶来。 不算晚, 他站在一座非常高的火山上, 目光扫过一片又一片火山群, 看到那条魁梧的身影。 楚风视觉敏锐, 也看到了雪豹王, 原本要直接杀过去的, 现在只能悄然接近, 怕雪豹王被突然击杀。 火山脚下, 虎金王在迈步, 他身材高大, 黑发浓密, 眼神如同两道闪电般, 而身上更是有一股可怕的戾气。 作的一声, 他动用精神能量将不远处那条手臂接引到手中, 您笑着, 告诉我那两头牛在哪里, 我就把手臂还你, 以你蓬勃的王极雪棋来说, 完全可以对街上, 还能生长好。 你不用问了, 我跟他们早就分开, 根本不知晓他们在哪里。 雪豹王很虚弱, 不想再多说, 不说是吧, 我在这里烤熟这条手臂, 慢慢吃下去, 你别后悔。 虎金王嘿嘿冷笑, 说到这里, 他拎着那条血淋淋的手臂, 来到流淌的岩浆前, 就要放在上面去烤。 哪怕是王极雪肉, 毕竟已经脱离雪豹王的身体, 离岩浆还有断距离呢, 就已经发出一点烤肉的味道。 你, 雪豹王怒法冲冠, 对方这样慢慢折磨他, 这是对他的严重羞辱, 如果能有一战之力, 他恨不得一刀劈掉对方的头颅。 五, 这条手臂还没有烤熟, 活性虽然减弱, 但还能接上, 你自己选择吧。 虎金王带着细虐之色, 俯视雪豹王。 滚你妈的, 雪豹王怒斥, 摇晃着身体, 准备拼命, 被杀也无所谓了, 总比这样兽辱来得好。 虎金王带着轻蔑之色, 奚落道, 就你这样的兽王, 再来时刻也不够我杀, 也敢对我发怒, 不知道死活。 说到这里, 他直接将那条手臂 抛向不远处的岩浆溪流, 准备毁掉。 而他自身则逼近过来, 探出一只大手, 霸道地向着雪豹王的脖子抓去, 想像拎小鸡仔斑揪起来。 他非常强势, 身上带着雪腥味道, 露出残酷的笑容, 道, 自今天开始我也做个美食排行, 让那楚风去点评, 不过材料都是他的熟人。 绝豹王绝望, 他拼尽力量, 撑起一道能量光幕, 阻挡那只大手, 结果还是被压迫的光幕破裂, 挡不住。 突然, 他眼中露出神芒, 瞳孔大睁, 像是在绝境中看到生命的曙光。 与此同时, 虎精王后背腾起一股寒气, 在原地留下一道残影, 身体横移出去上百米远, 没顾得上虐杀雪豹王。 他身体魁梧, 但是却非常的灵活, 避过一口赤红飞溅的袭杀。 楚风, 虎精王转身后, 瞳孔暴射出两道胜烈的光束, 满头黑色长发都飘舞了起来, 杀气瞬间滔天而上。 他没有想到, 一直想杀的人突兀地出现, 就站在不远处。 楚风持着豹王的那条手臂, 唯有让他落在岩浆中, 关键时刻动用精神武功, 将他接引到手里, 并且迅速出剑, 袭杀虎精王, 解决雪豹王的危机。 你还真敢出现, 虎精王双目发出火炬般的光, 他的体内血液奔涌, 将战力提升到最绝颠, 他虽然霸道, 但是却不敢小觑这个人类。 一会儿打抱你, 楚风只有这么一句话, 因为他的胸腔中有一股怒烟在跳动, 刚才看到与听到了一切, 不是担心雪豹王的安危, 早就出手了。 楚风身形一晃, 就到了雪豹王的境前, 将那条手臂对接在他的断臂上, 道,还有一些火性, 应该还能生长好。 雪豹王双目中有热泪, 不是伤感, 而是激动导致的, 他刚才太憋屈了, 恨不得一爪子拍死虎精王, 可他做不到, 如果直接死去的话, 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看到楚风出现, 他心血沸腾, 想亲眼看到楚风震杀凶狂的虎精王。 楚风, 杀了他, 以暴制暴, 将他打爆。 雪豹王嘶吼, 他心中发堵, 在他近前又一滩雪泥, 那时他的好友, 昆仑山的大妖, 是被虎精王轻蔑而又张扬的一脚踏死的。 交给我, 你放心好了, 楚风说道, 而后后地转身, 面向虎精王。 雪豹王微微失神, 第一次在昆仑山见到楚风时, 他才出入王级领域没有多久, 当时雪豹王与马王还在笑谈, 两人都要将女儿许配给他呢。 没有料到, 时间不是太遥远, 楚风竟成长到这个境地, 要置身杀绝世高手。 你想怎么死, 楚风盯着虎精王, 在此过程中, 虎精王没有闲着, 发出长笑声, 显然他在呼唤海族强者, 想要一起猎杀楚风。 你自身难保, 还敢跟我挑衅, 马上就让你生不如死。 虎精王冷笑, 他将背着的黑色长毛取下, 握在手中。 他无惧, 因为相信自己的实力, 同时也知道附近最少还有两位证断六道枷锁的海族强者, 甚至可能会有四五人。 他刚才长笑过了, 已经发出信号, 还是你来说一说, 你想怎么死吧? 虎精王带着淡笑, 很自信, 手中的黑色长毛只向楚风, 道, 这杆长毛曾经冻穿过敖王的躯体, 染过绝世高手的血液。 他有意拖延一下时间, 等同伴到来, 一起出手镇杀楚风, 那样更为稳妥。 因为, 无论是谁看到楚风, 都觉得他跟正段六道枷锁的声音没什么区别, 体内的血气与能量太旺盛, 需要谨慎对待。 楚风很配合, 没有立刻出手, 而是在观察附近的地形, 不久前他已经仔细打量过这片地带, 现在坚一不确认。 随后, 他从空间瓶子中处取出四根锁笼装, 快如闪电一般之初, 四根黄铜主子分别飞向四个不同方位, 将一块方圆树里的火山地给圈在当中。 哪怕黄铜主子无比沉重, 但也被楚风轻易而精准地投掷出去树里远, 插入土石中, 消失不见。 鬼打墙, 他布下这个小型场域, 这几天他在大林寺中参悟过那本场域添书, 更是仔细研究与琢磨过县城的锁笼装, 更进一步知道怎么用了。 这片火山区域地势起伏, 许多地带相近, 普通人进来后很容易迷路, 最为重要的是地词异常, 这些条件都非常适合不下鬼打墙这种小型场域。 你, 虎精王的脸色变了, 见到那四根黄铜主子后, 他立刻知道, 那是黑藤的东西。 你哄喊海族人来送死, 我成全你, 来多少我杀多少。 楚风还声道, 一会若是来的高手过多, 楚风会将他们引到那片地带, 全部击杀。 虎精王面色微变, 而警告海族强者才行, 也不小心踏入那个圈子中, 他越发想拖延时间了, 道, 小子, 你不想知道那两头牛的情况吗? 吴, 还有你的结拜兄弟那头驴子, 被我削掉尾巴, 血淋淋, 很可笑, 你想知道他现在如何了吗? 你找死, 楚风相信两头牛与驴王都还活着, 不过却被成功激起怒烟。 他已经布下小型场域, 鬼打墙, 不再耽搁时间, 不想再给虎精王机会了。 空龙一声, 楚风扑杀过去, 超过五倍音速, 快到极致, 全印发光, 如同两轮太阳在这里炸开。 诸位, 虎精王大吼, 他知道没有办法拖延时间, 想直接吼出这里有锁龙庄, 有一片危险地带。 然而, 楚风一声咆哮, 动用胶膜吼这种音波弓, 震荡长空, 将他的声音全部压了下去。 杀, 虎精王惊怒, 手中的黑色长毛像是一条毒龙般, 爆发乌光, 向着楚风刺去, 想要挑杀。 黑色的长毛非常锋锐, 并且蕴含着惊人之极的能量, 此时杀气滔滔, 足以将山峰穿透, 使之暴碎。 虎精王的确强大, 种族天生的神力让他在同阶中有绝顶的实力, 轻易就可以崩开大山。 然而, 当了一生, 楚风的拳头发光, 并带着万军之力砸落下来时, 静震得他手臂发麻, 让他震惊。 虎精王非常震撼, 这个人类的力量未免太大了。 他虽然飞扬跋扈, 但是却没有小觑楚风, 毕竟此人杀过黑藤, 让他谨慎无比, 可现在还是背下了一大跳。 就是普通的虎精都拥有巨力, 就更不用说他了, 早已成王, 力量含有人能与他比肩。 你, 他咆哮, 猛力挥动黑色长毛, 再次向着楚风刺去。 可是, 现在的楚风比击杀黑藤时要强剩一大截, 因为炼成完整的焦魔拳, 跟牛魔拳融合后, 兼助提升战力。 而且, 他将行一拳护体金钟照链到第七层, 这都是实力激增的体现, 更强剩于以前。 轰某, 楚风以双拳直接砸开黑色的长毛, 并且体外浮现一口黄金大钟, 钟声激荡, 震耳欲聋。 他狂暴地冲撞, 将黑色长毛打得火星刺剑, 滑向一旁, 震得虎精王虎口都裂开了, 鲜血淋漓。 这个时候的楚风霸道无比, 一身战力飙升到极致。 让方圆百米内都一片璀璨, 刺目之急, 整片天地都仿佛在跟着动荡。 扑, 古精王可雪, 他实在难以承受, 被楚风的权硬还有体外的黄金大钟撞击的负伤。 当的一生, 就是他手中的那杆黑色长毛都被打得横飞了出去。 怎么可能, 他怒吼, 他曾去过三青山, 观察过那里的战斗痕迹, 黑藤分明跟楚风大战很久才败亡。 而他自认比黑藤要强, 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这么快就受伤才对。 一切都是因为楚风发狂, 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掉他, 而且楚风的实力的确激增一大截, 远胜从前。 空梦, 天摇地动, 当楚风发光的权硬再次打来时, 虎精王躲不开, 只能被动用双臂交叉着迎击, 因为他的长毛早已脱手飞出去了。 碰的一声, 虎精王像是炮弹般被打得横飞出去, 大口喷雪, 双臂竞篮, 其中一条臂膀直接骨折。 楚风如同一道闪电, 移送就是两三D, 谁就追上了他, 再次挥动权硬, 向前砸去。 虎空都在轰鸣, 虎精王被打得嘶吼, 目刺欲裂, 他发生骨折的那条臂膀, 这一次根本经受不住, 劈他作响, 而后扑得一声爆碎。 第288章收割楚风的权硬台刚猛, 自诩为肉身坚韧, 力量绝世的虎精王也承受不住, 一条臂膀直接被打爆, 化成一团血雾。 虎精王翻飞出去两里地, 痛得一声撞在一座火山上, 顿时让那里军裂, 而后轰得一声, 岩浆决堤, 直接爆发。 这个场面有些惊人, 两人厮杀, 打到火火山内赤红岩浆泛滥, 在这片地带汹涌澎湃, 并冒出浓烈黑烟, 非常骇人。 楚风, 虎精王面色痛苦, 一声低吼, 像是困兽绝望, 居然被人击断一条手臂, 这对他来说是一种严重的挫败。 他腾越而起, 远离火火山, 就要顿走。 虎精王虽然嚣张, 但他却也不想枉死, 分明打不过楚风, 现在在死磕的话, 那纯粹是自寻灭亡。 我为杀你而来, 还想走, 楚风猛悠悠地开口, 后发先至, 轰得一声, 横渡长空, 截断前路。 虎精王一语不发, 调转方向, 依旧想远离这片战场。 他想拖延时间, 只要那些同伴赶到, 数人一起围猎, 足可以灭掉楚风, 现在一定要熬过去。 可惜, 他遇上了楚风, 难以顿走, 从速度上来说两者差距不小, 从战力上来讲 更是已经分出高下。 现在虎精王被打断一条手臂, 自然更加不堪, 满身是血。 轰, 这一次他被楚风追上时, 又挨了一记重拳。 山崩海啸般, 楚风从后方跃起, 俯冲过来, 而这个距离足有三里地远, 他简直像是天神下凡。 楚风从半空中快如闪电, 那一拳光芒璀璨, 一出的能量波动撑得上绝世恐怖, 让日月山河都失色。 在他挥动这一拳时, 地面被这股能量压制, 先行军裂, 迅速蔓延开去, 沿江溪流因此而沸腾。 古精王必不开, 因为向东顿走十一口赤红的 飞进凌厉地迎着他击射而来, 要将他贯穿。 他只能躲避, 一下子受阻, 耽搁了时间。 东, 楚风这惊世一拳落下, 比太阳还要耀耀与璀璨, 照亮整片火山地, 这是全力以赴的一击, 蕴含着浑厚的肉身能量。 古精拼命, 他仅有的左臂抬起, 拳头发光, 暴发至刚至阳的一拳, 再发出可怕的能量光辉, 让人无法直视。 可惜, 这么可怕的一拳, 足以威胁到绝世强者, 可以力压猪王, 但是在这一刻却没有用。 扑, 他的拳头炸开, 挡不住楚风的至强一击。 接着是他的手臂在这里崩断, 随后是肩胛骨四分五裂, 最后整个肩头都爆开。 楚风这一拳力量太猛烈, 险些脚断他半边身子。 砰, 古精王横飞, 撞他一座火火山, 岩浆肆虐, 硫磺味道刺鼻之极。 现在的他失去锐气, 再也没有早先的自信, 因为被打猛了, 也被打得万念俱灰, 所有的意气风发都被楚风的拳头粉碎个干净。 古精王回国神来时, 痛苦大叫, 一双手臂消失, 而现在楚风降落时更是像拎小鸡载搬一把将他揪起。 轰, 远方传来几股强大的能量波动, 若今涛拍案, 古精王呼唤的朋友要到了。 事实上, 两人从交手到现在根本就没有多长时间, 一切都是在电光石火间完成。 这么短时间那些人就已经接近, 因为他们太强大了, 都是正断六道枷锁的海族生灵, 超音速赶路。 古精王看到活下去的曙光, 双目中迸射出求生的欲望, 他张嘴咆哮, 银色涟漪宛若海浪般冲出。 他在燃烧生命, 在释放磅駁的血气, 催动鲸鱼特有的声波, 失去手臂后, 他依旧发狂进攻, 只为活下去。 当当当, 可惜, 楚风体外的黄金霸中坚不可摧, 如果其他王者在这么近的距离内一定会被冲击的负伤, 甚至身体会四分五裂。 可行一时二针形眼画出的金钟罩, 称得上护体神功, 让楚风在眼下这个阶段万法不清。 砰, 楚风一拳贯穿进他的胸膛, 让他的心脏炸开。 大地尽头, 几道身影出现, 一个比一个凶狂, 有人劈头散发, 有人驾驭吃光, 有人吼碎火火山。 他们散发的能量波动, 隔着很远就冲击到了。 三大高手在嘶吼, 但是他们的速度比声音还要快, 还未听到时, 身影就已经先在地平线尽头浮现。 楚风很冷静, 提着虎金王虚弱的身子, 没有立刻割掉他的头颅。 这个级数的高手唯有斩首财罪保险, 他在盯着不远处的一片地势, 而后他猛的跃起, 在半空中将虎金王指出, 让他冲向一座火山口。 此季, 虎金王太虚弱, 直接画出本体, 这是一头小山般的庞然大物, 浑身鲜血淋淋, 没有挣扎, 笔直地朝着火山冲去。 那座火山巨大, 山口内赤红岩浆鼓鼓而涌。 去洗个澡吧, 啼啼瞎, 楚风说道, 呼蒙一声, 岩浆四溅, 一头庞大的虎金头颅朝下, 府中进火山中, 这哪里是洗澡, 分明是进火锅中, 要算数。 虎金王体形态庞大, 半截身子进入火山内, 还有半截在外面, 无力地甩动尾巴, 那场面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你敢, 一个披头散发, 身上血迹斑斑的海族强者大喝, 在他看来, 楚风当着他们几人的面这样出手, 这是在挑衅, 是在下战书。 可惜, 对手听不到他的话, 空气大爆炸, 他比音速快太多了, 直接闯来, 面上带着冷酷与猙獰之色, 要猎杀楚风。 找死, 一起猎杀他, 另一人开口, 吃光疼疼, 他的双臂是一堆大钳子, 这是一头正断六道枷锁的海蟹王, 脸上带着残忍之色。 他们身上都有血迹, 但不是自己的, 都是围猎陆地上的高手留下的。 第三名海族强者也距离不远, 要杀到了。 楚风很冷静, 直到他们快要临近鬼打墙区域, 他才扬起手, 拳头发出赤胜的光。 空, 楚风冲击, 如同一道闪电般穿透火山, 他的爆发力太恐怖, 从火火山的一侧打入, 从另一侧穿透而出。 这个时候的虎金王早已生命垂危, 步入绝境, 因为心脏都早已被绞碎。 如果有力量的话, 他不会像倒灾葱般, 被人插入火山岩浆中, 因此根本挡不住这一拳。 空谋, 古金王的半截躯体跟火火山一起爆开, 直接被灭杀。 后半截尾巴则在汹涌的岩浆中冲起, 失去生命, 没有能量守护后, 他直接救赎了, 而且要被彻底毁掉。 楚风冲过那里后, 立身在火山岩地上, 双腿如标枪般定在那里一动不动, 盯着冲来的几人, 而且还对三人勾了攻守。 三大海族强者眼神阴冷, 这是不可饶恕的挑衅, 当着他们的面轰杀虎金王, 实在太嚣张。 宗搜, 原本要包抄过来的三人, 直接俯冲过来, 不愿耽搁一丝时间, 恨不得立刻灭掉楚风。 嗯, 冲在最前方的两人吃惊, 因为瞬间而已, 火山倒转, 让他近乎迷失方向, 直接坠落在地。 他们进入鬼打墙区域, 第三人心惊, 反应迅速, 身为证断六道枷锁的生灵, 神爵太敏锐了, 见到那两人不对头, 他生生止步。 可是, 这个时候, 楚风已经动了, 绕着鬼打墙所在的区域, 急速赶了过去。 砰砰砰, 数次对拳, 楚风将他逼近鬼打墙内, 第三人也落入微型场域中。 楚风有意将虎金王流到最后一刻, 吸引三大高手来救援, 不顾一切的闯向此地, 结果全都踏足鬼打墙内。 楚风想检验鬼打墙的威能, 想进一步了解, 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证断六道枷锁的高手困在当中, 看他们挣扎的情况。 现在三大高手彻底蒙圈, 拼命跑动, 但就是无法脱离。 因为, 这不是普通人所遇到的那种鬼打墙, 这是专门针对进化者的小型场域, 针对人的感知, 神觉, 心灵。 身陷场域中, 总以为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 其实错得离谱, 在原地打转个不停。 楚风露出异色, 道家的真人, 佛教的金身罗汉等, 这些古代进化者的厉害人物果然都了不得。 这可都是他们研究出来的东西, 拥有欺骗人心的力量。 如果是菩萨级进化者, 那又会怎样? 他们研究出来的场域应该会更恐怖。 楚风不知道他与黄牛所获得的场域天书中是否包罗有菩萨级进化者的研究心得。 远处, 雪豹王目瞪口呆, 异常的震撼, 当初进化层次还没有他高的楚风, 现在不仅灭掉虎金王, 还困住三大高手, 实力提升太快了。 雪豹王从十几里滴外赶到近前, 真是出人意料, 我以为你要惨烈搏杀, 贵有恶战, 结果就这样落幕了。 雪豹王看到, 欧王怎样了? 楚风问道, 他觉得, 同是昆仑山一脉的大腰, 雪豹王自然是跟着欧王来的。 我不知道, 雪豹王声音低沉, 简单讲述经过, 登山时, 无论是海族还是陆地上一位王者都被压制, 龙虎山针对一位, 但是当破开山上的一座石碑后, 半山腰以下的压力都消失了。 海族狼子也心, 想念我们, 其实欧王等人也在设局, 要坑杀海族一干高手, 结果不知道哪里出了纰漏, 我们这边损失不小。 雪豹王修为不够, 没跟那些爵士高手走在一起,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也不知道后续的情况。 因为, 那是爵士高手的厮杀, 他们参与不上。 楚风大致了解了情况, 海族有大杀气, 而陆地这边也许还有投敌者。 他目光射人, 真要是有勾结海族的爵士高手, 那威胁肯定大的可怕, 临阵反对一击, 会直接崩盘。 楚风, 你算什么东西, 有种与我堂堂正正一战, 我一只手就灭你。 归打墙中, 传来赤马声, 面对这种激将法, 楚风面色相当的平静, 捡起虎金王丢在地上的那根黑色长矛, 猛力致了出去。 扑, 绝花剑起, 乌光绽放的长矛穿透那位海族强者的心脏, 带起大片的鲜血, 将它牢牢地钉在地面上。 不过是我前行道路上收割的海鲜之一而已。 第289章原旧楚风观察了一段时间, 鬼打墙这种场域能困住正段六道枷锁的生物, 完全没有问题, 这让它喜悦。 如果寻到有利的地势, 埋下四根黄铜主子着实会有惊人效果。 不过, 满足不下鬼打墙这种场域的地势不是多么好找, 不可能每一处地带都满足。 楚风, 其实我们可以谈一谈, 没有必要成为仇敌。 鬼打墙所在的区域内, 海蟹王开口, 他简直要疯了, 无论他做出怎样的选择与判断, 就是无法脱离那片区域。 楚风没有拒绝, 而是向他们询问, 黄牛在哪里, 武当山的老宗师生死之谜, 以及熬王是否真的隐落了。 然而, 很诡异, 场域中的人可以对外传音, 然而楚风开口, 他们却听不到, 可以想象神诀被干扰得多么厉害。 哭, 楚风没有犹豫, 寄出飞剑, 将那钉在地上的海族强者的头颅斩落, 结束他的性命。 接下来, 他又催动飞剑, 将另一名海族强者力批, 只留下海蟹王, 当然这位王者也被他重创, 几乎失去一身战力, 两只大钳子都被消掉, 坠落在地。 直到这时, 楚风才把起四根黄铜主子, 收进空间瓶子中。 海蟹王获得自由后转身就逃, 哪怕失去一对大钳子, 他也在狂奔, 想要顿走。 楚风有点无语, 这家伙化成人形怎么也横着跑, 习惯性吗? 他启动脚步, 追了下去, 砰, 海蟹王遭遇楚风重重的一拳, 被打得飞了起来, 直接画出本体, 如同小山般的螃蟹, 以前从未见过。 最终, 这只螃蟹没有被降服, 相当的当烈。 他浑身发光, 最后碰得一声炸裂开来, 体内蕴含的能量绽放, 恐怖无边, 比火火山爆发的场面还惊人。 他想拉上楚风一起赴死, 玉石巨焚, 楚风早已躲避出去, 他亚裔, 这头螃蟹这么有气节, 让他刮目相看。 我是南海黑龙宫的蟹江, 今天死在这里, 他日南海龙王必然会为我复仇, 你也活不了。 海蟹王咆哮着, 最后的精神体也瓦解了。 传说中的虾兵蟹将, 楚风小声咕弄, 还真是古怪, 绝豹王半晌无语, 在那里看着, 这可是四大高手啊, 全都死了, 被楚风一个人干掉, 战绩实在可怕。 这都是顶级食材, 但楚风没心情去取, 就人要紧, 怕黄牛他们出事。 绝豹王告诉楚风, 他跟黄牛与大黑牛照过面, 两头牛的确负伤, 但没有生命之忧。 绝豹王猜测, 两头牛应该没有闯进这片空间最深处, 相对来说还在外围, 最深处有爵士高手在杀戮。 绝豹王你赶紧退出这片空间吧, 楚风说道, 这里太危险, 实力不够的话只能白白死去。 绝豹王点头, 道, 现在我应该可以离开了。 他走向几具尸体前, 从他们身上寻找葫芦种子。 楚风诺然, 有些不解, 你也是沿着那株葫芦藤上方的天穷窟窿进入此地的吧。 绝豹王问道, 是, 上来容易下去难, 对有葫芦种子才行, 天穷上的窟窿有神秘力量弥漫, 阻挡我们回归。 据他说, 海族在龙虎山收获不小, 他们可能得到一些骨气, 很有杀伤力, 包括一个干瘪的黄皮葫芦。 最终, 雪豹王走了, 带着一枚晶莹的葫芦籽。 楚风也再次上路, 刚才跟雪豹王一番交谈, 他了解到不少情况, 海族有的大杀器是从这里得到的, 掌握在重要人物手中。 他警醒, 需要戒备, 万一碰上的话得被加小心。 在楚风前行的沿途上, 他发现一些异数, 都被采摘空了。 楚风心头一动, 这片空间深处说不定有可以让绝顶王者再次进化的果实, 他心中火热起来, 或许也有足够惊人的土质能让石河中的种子再次生根发芽。 他仔细寻找, 想接应黄牛它们, 在外围地带寻觅很久, 但始终没有发现, 最终向着深处进发。 不得不说, 这片空间真的很大, 他深入数百里了, 还远没有到尽头。 嗯, 终于, 前行数百里后, 楚风在一些战斗痕迹中看到驴蹄字印, 应该是驴王留下的, 看样子正在逃窜, 被人追杀。 毫无疑问, 软骨头驴王很惨, 连尾巴都被削掉半截。 楚风一路追寻, 这里早已远离火山区域, 森林茂密, 生机勃勃。 不久后, 楚风再次发现驴蹄字印, 而且还染着血, 看来老驴处境不是多好, 又负伤了。 楚风已经从血豹王那里了解到, 驴王梅跟黄牛他们在一起, 已经被打散, 分开来了。 老驴仰仗急速, 不比正断六道枷锁的生灵跑得慢, 也算是显而又显得逃过几次劫难。 先救老驴吧, 既然发现踪迹, 楚风自然要出手, 他一路追踪, 走进山脉深处, 终于有了发现, 因为隔着还很远, 他就听到了老驴的叫声。 而啊啊啊啊啊, 楚风先是惊诧, 而后无言, 这种情况下老驴还在占人便宜。 空, 楚风提速, 沿途的山石与草木等顿时炸开, 他像是一个人形暴龙, 最枯拉朽, 在山脉中穿行。 二世纪里地刹那而过, 他来到一片山林间, 发现海族, 也听到驴王的诅咒, 他正在被围剿, 左冲右突, 就是走脱不了。 而啊啊啊, 海里的土边们, 知道本王的小弟是谁吗? 楚风, 楚魔王, 你们敢害驴爷爷, 等我小弟来了以后肯定会狠狠地收拾你们, 把你们全部炖成海鲜粥。 隔着有段距离呢, 楚风就听到驴王的威胁与恫吓, 正在跟一群海族叫板。 这让他哑然, 这个软骨头什么时候这么硬气了? 同时, 他额头浮现黑线, 这头老驴胆子不小, 还敢认他为小弟。 驴子, 如果不是白沙王吩咐活捉你, 用你与那两头牛诱惑楚风前来, 你早就死了。 有海族强者断鹤, 该死的大白沙, 我如果正断六道枷锁, 绝对要一蹄子踹死他。 驴王叫道, 接着, 他惨哼, 显然受伤, 空, 楚风没有耽搁, 横空而至, 一跃就是一千五百米远, 碰得一身杂落在这片林地间, 树木暴碎。 剑场有四位海族生灵, 不是正断六道枷锁的高手, 但也都不弱, 最起码对付驴王足够了, 将他围住。 这时, 无论是海族生灵还是驴王都被吓了一大跳, 向这边观看。 你, 驴王怪叫, 他当真是惊喜, 原本还要拼着挨上几下, 死命突围呢, 没有想到楚风突然从天而降。 这对他来说, 当真是震撼与惊喜, 无上的楚魔王, 我日盼夜盼, 终究将你老人家等来了。 老驴口风转得特快, 哪里敢提什么小弟, 他有点心虚, 怕楚风刚才听到了。 楚风想教训他的, 但看到他满身时伤, 尾巴刹了一截, 屁股上有十字裂痕, 还在躺选呢, 便没有择斥。 这老驴也太凄惨了, 还好没有性命之忧。 你不要紧吧, 楚风问道, 要紧, 被人欺负惨了, 尤其是那头大白鲨还有虎鲸, 我很不得踩死他们。 驴王不快一把鼻涕一把泪了, 砰砰砰, 楚风出手, 因为那头海族生灵想逃, 结果全被击杀。 驴王叹息, 不得不服气, 将他追杀得闲死还生的几头兽王, 在楚风面前简直跟稻草人似的, 不堪一击。 虎鲨被我宰掉了, 大白鲨在哪里? 真的, 太好了, 虎鲨王那个王八蛋, 上了我的尾巴, 死得好啊。 驴王欢喜, 楚风知道那个大白鲨是谁, 违近神秘空间前, 曾在龙虎山看到一个白发男子, 提着一口低血的长刀, 山脚下的人说, 此人曾参与为杀过武当山的老宗师, 在他后背上批出一道可怕的伤口, 重创了老宗师。 跟我来, 我知道白鲨王在那里, 驴王说道, 你这次的骨头居然这么硬, 没有投降, 楚王诧异地看着他, 我想投降的, 所谓好死不如来活着, 可是这群海族王八蛋一个一个比一个嚣张, 不接受我的请求, 我只能跑路。 老驴一本正经地说道, 楚风无语, 这家伙的脸皮还真厚, 都不加掩饰于美化一下, 直接这么泄露自己的不光彩事迹。 黄牛他们呢, 一边赶路楚风一边询问, 他们用金身罗汉只干掉一位绝世高手, 在通围的过程中, 我们分散了, 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楚风惊异, 黄牛他们竟干掉过顶级王者, 驴王道, 我估摸着, 他们找地方躲起来了, 想依靠自己的力量撕裂枷锁, 从而成为绝世高手, 跟海族对战。 楚风皱眉, 两头牛处境不妙, 他深知, 大黑牛想靠自身的力量撕裂枷锁太难了, 似乎难以实现。 黄牛称的上天纵之姿, 且有无上呼吸法加持, 但他太小, 此前他曾犹豫过, 血气没有那么旺盛, 不适合霸道冲冠。 因为, 在域外的话, 他这个年岁还真算又年, 因巩固根基, 根本不宜伤筋动骨的冲冠。 大白沙, 你驴爷爷又来了, 赶紧过来接驾。 驴王大喊, 他们来到这片山林深处, 第290章五匹没有人回应, 这里很宁静。 附近山地破碎, 血迹斑斑, 曾经历过大战, 有些山头都已被削掉, 断面非常平整, 是爵士高手大对决所为。 白毛, 爷爷又来了, 有种你出来, 打不死你。 驴王叫嚣, 有楚风站在身后, 他的胆子不是一般的大, 毫无顾忌地叫板, 因为恨透白沙王, 曾经将他折磨得很惨。 地上有很多落叶, 带着雪, 但早已没有高手, 离开多时。 带路找到他们, 楚风说道, 请,不载掉白毛鲨鱼, 我也难出心中一口气。 驴王点头答应, 难得的没有惧怕想逃走, 驴王知道, 一杆证断六道枷锁的强者 都杀到神秘空间深处去了, 只要沿着战场痕迹 向离床肯定能找到人。 他估计白沙王在外围 找不到两头牛, 可能放弃搜索, 开始深入。 海族最强的几人有大杀器, 驴王提醒楚风, 因为在路上, 他心惊肉跳得得稀, 楚风尽要置身杀进去。 其中海神虎尤为可怕, 简直是神用无敌, 那个金发男子曾给陆地上的 爵士强者造成极大的困扰。 黄牛号去一张金身罗汉 只都没有灭掉此人, 而大黑牛的一只鸡脚 就是那时被海神虎给斩落的, 两头牛险些死在他手中。 除此之外, 还有一头章鱼王凶残的一塌糊涂, 跟山峰一般巨大, 曾撕掠一整片山岭, 将岩浆引出, 当作水则来利用, 轰杀对手。 一头沐浴沿江海的章鱼, 跟人联手曾重创 鼠山剑弓的白鹤。 可惜, 驴王也了解的不多, 我们这边除却绝是高手被重创, 逃进这片空间深处外, 还有其他人吗? 楚风询问, 驴王点头, 不久前他还看到 昆仑山几位大妖呢, 也看到江西境内的 不少王级生物。 在哪里, 楚风对昆仑山的大妖比较关心, 许多人都跟他有交情, 知道情况后自然要救助。 驴王道, 像我们这样的, 没有撕裂六道枷锁, 自然只能东躲西藏, 不敢露头, 被打散在四处。 楚风他们速度很快, 很短的时间就冲出去 二百多公里, 这时他们放缓脚步。 这片地带有点特殊, 是一片丘陵, 宛若一座又一座巨大的坟头矗立, 植物稀稀疏疏。 嗯, 不要说是楚风, 就是驴王都心头一动, 鼻子细动, 因为闻到亲人心脾的果香味。 一果, 驴王来了精神, 这种香气太诱人了, 隔着很远飘来, 绝对了不得。 楚风也精神奕奕, 有些期待, 感觉这种果实应该不凡, 他自己虽然不愿服食, 但却可以送给身边的人。 前行数百米, 他们还没有发现目标, 驴王更振奋了, 估摸着, 这种果实最起码能让生物进化到亡极领域。 因为, 香气可以飘样这么远, 绝对非凡, 这里压制神爵, 有点古怪, 楚风促眉, 他获得抬头, 这里似乎有高手, 他让驴王晋升。 这片地带丘陵无数, 存在天然的场域, 不过也只是干扰人的神觉, 倒也不是多么可怕。 最起码, 还远比不上楚风用四根黄铜组子不下的鬼打墙。 楚风与驴王左转右转, 眼前景物获得一变, 在一座巨大的丘陵后方, 出现一片树林, 香气正是从那里飘来。 白毛, 驴王咬牙切齿, 神色不善, 盯着前方, 有一个白发年轻男子正在林中寻觅, 提着一口长刀, 带着血迹。 这地方果然古怪, 相距这么近才发现对方, 可见场域的干扰还是很强烈的。 白沙王进入树林深处, 已经看不到, 他果然一路进入空间深处, 我们追对了方向。 驴王说道, 他现在胆子很肥, 没有逃走的念头。 楚风没敢大意, 这个白沙王绝不简单, 在登猛虎山时, 就已经知道, 他曾给过武当山老宗一刀, 很伶俐。 逆离深处, 有一株怪树, 它是实质的, 无论是用手去触摸, 还是敲打, 感觉都跟石头没什么区别。 就是叶片也如此, 坚硬而冷冽, 风吹来也不会摇动, 跟石雕没什么区别。 可是, 现在这株一人多高的怪树上结着一枚果实, 根树体颜色差不多, 也会扑扑, 但却散发出浓郁的芬芳。 正是这颗果子的香气飘出去很远, 吸引来白沙王。 而在这里早就来了几人, 一直想去采摘石树上的果实, 但都没有成功。 因为, 在石树周围像是有一层无形的力量, 阻挡生物靠近。 仔细看, 地面上有一些奇异的符号, 那是场域文字, 正是它们形成的力量阻挡外人踏足。 不过, 岁月流逝, 年代久远, 这里的地面均裂了, 那些符号严重受损, 几乎所有符号被裂痕贯穿。 可以想象, 如果它们完好无损, 这里根本不可能临近。 昆仑山的几位大妖在这里, 都是楚风认识的熟人, 潘丝洞的女妖精潘王, 一心想将女儿嫁给他的马王, 还有曾被楚风砸断鸡脚的藏羚羊王。 他们百般尝试, 终于接近, 要触及时数了。 呵呵, 就在这时, 一声让他们心胆皆寒的笑声传来, 他们回头看到了一个最不愿见到的海族强者。 白沙王, 马王道吸一口冷气, 因为, 他们曾亲眼目睹, 白沙王刀法的可怕, 这是一位真正的绝世高手, 哪怕同样撕掠六道枷锁, 也含有人可敌。 他手中的那柄长刀, 曾在武当山老宗师后背上留下身可剑捕的创伤, 正是那一刀让老宗师陷入生死劫中。 当然, 老宗师中刀也是因为当时还有八爪章鱼王纠缠, 对他猛攻所致。 不给我滚开, 白沙王淡淡地说道, 他看起来很年轻, 懒洋洋的样子, 根本没有将昆仑山的大妖看在眼中。 此时, 马王、 盘王他们艰难尝试, 终于快触及那枚果实了, 但却遭遇白沙王, 让他们的心都省下去了。 他们闯到这里, 原本是为了避难, 现在心都凉了, 只因一颗异果成熟, 将大敌引来。 白沙王相当的随意, 道, 先滚到一边去, 带本王采摘完异果, 再收拾你们。 你们聋了吗? 他刷的一声向前挥刀, 没有用力, 但是刀气纵横, 简直要撕开虚空, 发出暴鸣声。 马王、 盘王全都快速躲避, 这种刀光不是他们所能对抗的。 即便没有阴风, 可是最终他们还是大口可血, 被白色能量光稍微触及而已, 身体就险些暴碎开来。 一群虫子而已, 我原本都不屑于出手。 白沙王懒洋洋地说道, 他很强, 那种无形的力量没有能阻挡他, 已经临近十数。 你们谁如果能告诉我那两头牛在哪里, 我便放过他, 不然的话, 我虽然不怎么在意, 还是要一刀灭了你们。 白沙王年轻的面孔上带着淡笑, 他一副懒散的样子, 但是却没有人敢轻视, 他是海族中的佼佼者。 可惜, 我师父不在这里, 马王低语, 他已经看出, 只有老喇嘛那种绝对强横无敌的人物, 才能震杀海族中的绝顶人物。 你师父算个屁, 陆地上的生灵大多数都是一刀的命。 白沙王面上带着细念之色, 同时, 他又仰起刀, 道, 原本我都懒得动你们这群小杂鱼, 也不屑向那两头牛出手, 但是帮仙子紧我出击, 那你们也只能死了。 他抬起手, 长刀发光, 准备横扫, 因为他没有什么耐心, 几人都不说两头牛在那里, 他准备直接杀光。 哼, 突然, 爆裂的能量涌来, 白沙王获得转身, 瞳孔急咒收缩。 那是一根黑色长矛, 化成一道乌光飞来, 如同惊世雷电, 瞬息而至, 若非他反应迅速就被直接冻穿了。 同时, 他也看到出手的人, 站在远处, 很年轻, 直接投掷出这杆黑色长矛。 当, 白沙王猛的挥刀, 将这杆战矛斩的飞了出去。 嗖, 远处, 那个年轻人一招手, 动用精神能量, 将黑色长矛接引过去, 再次握在手中。 楚兄弟, 马王大叫, 盘王也惊喜, 美眸灿灿, 他们没有想到楚风在这种关头出现, 这简直是绝境中的出现的生命阶梯, 让他们可以远离死亡漩涡了。 儿儿啊, 白毛, 你爷爷又来了, 过来受死。 作的一声, 驴王出现, 跳到楚风身边, 冲着白沙王叫板。 这杆黑色长矛是虎金王的, 你杀了他。 白沙王收起背蓝, 神色凝重起来, 严真以待, 马王, 盘王, 你们都躲远一点。 楚风示意, 而后, 他盯着白沙王, 道, 一桶虎金而已, 早死早超生, 轮到你了。 棒仙子呢, 白沙王问道, 一拳轰杀, 楚风答道, 我杀了你, 白沙王震怒, 跟以前的气质完全不同了, 眼神凌厉如同刀锋, 双手举起那口血量的长刀, 对准楚风。 驴王叫板道, 儿儿儿啊, 你原来喜欢棒仙子。 妈的, 跨越种族的晋级婚恋, 没智了, 回头本王就去顿熟他, 吃掉, 白沙王冲来, 那刀气可怕的骇人, 撕裂大地, 白茫茫一片。 驴王吓得转身撂绝子就逃, 楚风无惧, 站在那里, 手中黑色长毛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斑刺了出去。 当当当, 火星四箭, 杀起滔天, 这是楚风在神秘空间中经历的第一场值得他严肃对待的大战。 白沙王很强大, 超越虎金王, 就这么片刻间而已, 他们交手数百次, 刀光茫茫, 宛若城摆上千道雪白大浪拍击而来, 只要触及, 肯定要被劈杀。 吃吃吃, 一道又一道雪白的刀光飞出, 就这片片刻间而已, 他们打到密林外, 来到丘陵中。 空梦, 时间不长, 足有十几座丘陵被斩断, 被劈开, 说是丘陵, 就是小山。 白沙王的刀光绝世无匹, 一刀就可以斩一座小山。 楚风虽然第一次用黑色长矛, 但是却相当的金属, 因为他手中的这杆黑色长矛相当于胶膜拳的延伸, 化成一道黑色蛟龙斑, 上下翻飞, 跟长刀碰撞, 不时刺向白沙王的身体要害。 到了他们这个层次, 任何一击都非常可怕, 有武武器都很致命。 砰, 楚风一毛刺出, 白沙王躲避开去, 毛风刺在后面一座矮山上, 直接让他整体崩开, 乱石穿空。 两人交手足有两百招, 扑得一声, 楚风一毛刺透白沙王的右肩膀, 让他整条手臂还有长刀全部坠落在地。 你袭沙武当老宗师, 我为他复仇。 楚风喝道, 同时并问白沙王, 老宗师等人是否还活着。 陆地上的高手都死了, 要不了多久你也要死。 白沙王眼神发出凶光, 汗不畏死, 扑, 最终, 楚风一毛刺透白沙王的胸膛, 将他挑到半空中, 而后猛力一抖, 哼的一声让他的身体四分五裂, 彻底毙命。 马王, 盘王本人震撼, 而后快速冲了过来, 都神色复杂, 仅一段时间不见而已, 楚风竟这么强大了。 你们知道黄牛在哪里吗? 楚风询问他们, 知道, 马王重重地点头, 楚风大喜。 黄牛在哪里? 黄牛在哪里? 感谢观看